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们这个社学分数低于40% 那么就考虑可以是一个搜索性的一个新史舒张功能不全 但是我们有些新衰 它也有可能的社学分数在50%以上 那么也就是我们在社学分数保留的新史心理衰竭 就是我们就说舒张期的一个新功能不全 另外我们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我们处于一个 社学分数在40%到50% 那么这种情况这是我们一个中间值 这是一个中间值的情况 所以我们社学分数 它是我们这个心理衰竭的 判断一个心理衰竭的一个严重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如果我们社学分数低于40% 那么其实我们这个心理衰竭是很严重 我需要通过一些正规的一些药物的一个治疗 同时通过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案 它能缓解我们这个心理衰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